管仲当过逃兵还当过囚犯,他为什么被誉为千古第一项,他在历史上有多厉害? 管仲曾辅佐齐桓公九和诸侯,一筐天下,成为春秋首霸,而管仲本人也因为惊天伟帝的治国之才被后世誉为华夏第一项,管仲有什么才华,又做了什么? 可以担起这样的荣耀呢?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在后世的史书上,管仲有三个称号,分别是法家先驱,圣人之师,华夏第一项。 这三个称号,每一个都称得上是惊天动地,但是放到管仲的头上,却几乎没有任何争议,这就是因为管仲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。 如果要细分的话,管仲的能力,其实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方面,这五个方面分别是,搞钱,制定国家军事战略,制定外交战略,树立国家统治思想,改革。 首先是搞钱,管仲会搞钱,这是很多人都知道。 很多人学历史的时候,都会学到管仲首开盐铁国营,也就是说,管仲掌权期间,把制盐和野铁这两个行业的权利。 收归国有,靠着这两个行业,其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,然后才能迅速强大起来。 但实际上,盐铁国营,其实只是管仲搞出的众多经济改革中的一个而已。 在管仲的经济改革当中,除了盐铁国营之外,其实还有粮食准平,差额征地税,合理开发自然资源,货币铸造这几个部分。 所谓粮食准平,就是只通过国家手段,调控粮食价格,保证粮食价格在一个合理水平,既要保证粮食价格不会太低,不至于让农民赚不到钱,同时也让粮食价格不会太夸张。 让老百姓吃得起饭,这个思想,其实直到今天,我们都还在使用,而且,哪怕是到了今天,很多国家依然还没完好这个手段,世界上无法控制自己国家粮价的国家,绝对不是一个两个。 而这个问题,在两千多年以前,管众就已经解决了。 差额征地税,则是根据土地的产量不同,对于不同品质的土地,征收不同的田税,产量高的土地就多征税,产量少的就少征税。 如此一来,既能保证国家收入,也能保证百姓的利益,合理开发自然资源,就是指老百姓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打于伐木。 不许做出合则而鱼的事情,简单来说,就是要给大自然恢复的时间,这样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。 这个思想,同样也是我们今天依然在应用的。 至于货币铸造,这是相对来说就更先进了,在管众之前,春秋时代的那些国家,大多对货币隐藏的很多功能还完全没有概念,但是管众却提出,要把铸币全收归国有,并且设置装管铸币的机构,正是靠着铸币的权利,管众可以通过货币,合理地对其国经济进行调节。 这个思想,同样也是直到今天,我们依然还在使用的。 从管众的这几项经济手段当中,我们也不难看出,管众的经济管理方面,核心思想其实就只有一个,那就是可持续发展。 在现代,我们有这个概念很正常,可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,管众能有这个意识,那就很夸张了。 更夸张的是,管众不但能有这个意识,同时更能建立起一个相配套的经济系统,管众不但能帮齐国搞钱,还能帮齐国建立起一个持续搞钱的系统。 而且这个系统后来还一直用到了齐国灭亡,这就更匪夷所思了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。 包包说历史,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能够搞好经济,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,这就已经奠定了齐国强大的基础,足以让管众名垂青史了。 但相比之下,管众在其他几个方面对齐国做出的贡献,或许还要更在他的搞钱的贡献之上,帮齐国搞到了钱之后,接下来齐国自然就要对外扩张,和其他国家打交道了。 而在当时的春秋历史大背景下,齐国虽然暂时强大了起来,但是想要大范围扩张,似乎也不太容易。 因为当时周王室虽然已经衰落了,但影响力还在,如果某个国家贸然扩张,引起了公愤,就很容易引来大家的围殴。 就算齐国暂时比较强大,可是只要齐国引起了公愤,被大家围殴,最后同样必败无疑,甚至有可能亡国,在这种情况下,管众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。 为什么我们非得要扩张呢?以往的扩张,基本上就是征服敌对国家,吞并敌国的土地,扩大自己的版图。 想要达到这个目的,就必须要用战争的手段,而在管众看来,通过战争去征服其他国家,其实是一个效率很低的手段。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把那些小国,收作自己的小弟呢? 如此一来,齐国不用打仗,就能得到一群小弟,有了小弟之后,再由齐国这个带头大哥,带着小弟去打那些不听话的国家,打仗期间,小弟们出力,齐国可以减少损失,打赢了之后,齐国吃肉,小弟国家喝汤。 与此同时,齐国还可以通过经济和文化的手段,不断去同化那些小弟国家,长此以往,这些小弟就可以被齐国彻底同化,继而成为齐国力量的一部分。 当然,想要做带头大哥,除了自身实力要过硬之外,还得有一个名义。 所以这个时候,管仲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,尊王攘仪,简单来说,就是打着周王氏的名义,联合其他小国,一起去对付北方的山戎,以及南边的南蛮,同时打击那些不听周王氏命令的国家。 因为当时齐国是周王氏的代言人,所以这也就变成了打击那些不听齐国命令的国家。 围绕着这个目标,管仲制定了齐国的外交策略,以及国家统治思想,这些东西,不但后来被齐国一直用了几百年,而且也被其他诸侯国学走了。 后来整个春秋时代的诸侯争霸,各国都是按照管仲的思路来进行的,有了钱,有了小弟,有了扩张的理由,那接下来,自然就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了。 管仲虽然不会打仗,也不会直接拎着大刀上前线去砍人,但是他却可以帮齐国改革军事体系,塑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出来。 而且,他会从国家战略层面,制定对外作战的军事计划。 在管仲的军事改革当中,整个齐国被分成了21个乡,一乡有10连,一连有4里,一里有10轨,一轨有5家。 这种精确的划分制度,直接以家庭为单位,将整个齐国变成了一个有序的体系。 而在这个体系当中,其中15个乡,参与对外战争,另外6个乡,则是专门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生产。 这就保证了齐国可以有源源不断的战争资源,可以持续打仗,又不会严重损害齐国的国力。 而这种社会生产和军事相结合的战争,又能保证齐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,一旦打仗,大家就可以更加同仇敌态,一致对外。 经过管仲的这些改革,齐国就算是想不强大,都不可能了。 而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,管仲也展现出来他最强的一种能力。 那就是所谓的改革能力,想要实现以上这些内容,光靠理论是不行的,还是得有实际操作。 而在改革的实际操作当中,就势必会影响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从而被很多人反对,遇到强大的改革阻力。 从古到今,任何一场改革都会如此,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改革,比如后世范仲淹的庆立新政,或者王安石变法,才会最终失败,但是管仲成功了。 而且,在改革过程当中,他没有大规模杀人,甚至让齐国大多数人,包括那些既得利益者,都支持他的改革,这就很匪夷所思了。 有的人可能会说,管仲的改革成功,主要是因为齐桓公支持他,但问题是,历史上任何一场成功的改革,都绝对不单纯是因为君王的支持,就能成功的。 要是皇帝支持就能成功,那后来的范仲淹和王安石,也不可能失败了,这就是管仲的厉害之处了。 他不光理论水平高,而且还是实际操作,可怕的是,他在实际操作方面,还是大师级的水平。 可以说,齐国的强大,就是建立在管仲改革的基础之上的,如果没有管仲,就算齐桓公再怎么雄才大略,估计也很难把齐国带领到后来的高度。 而除了以上说的这些之外,管仲对于整个中华文明来说,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,这个贡献,就是所谓的华裔之变。 因为当时管仲的整体思想,是要带着齐国,联合其他小国,一起对抗外来入侵者,那么这个时候,如何界定外来入侵者的定义,就很重要了。 所以,这个时候,管仲就提出了一个问题,到底谁才是敌人,谁才是能够争取的朋友,这个问题,或许从今天的角度来说。 并不算难,有的人可能会说,西州国外的就是敌人,国内的就是朋友,这话如果拿到春秋时代,估计管仲听了之后,会有打人的冲动。 因为按照当时西州的思想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兵莫非王臣,就算是那些所谓的遗敌,其实也是周王氏的臣子。 而且,遗敌当中,也有臣服于中原的势力,要是按照这个划分标准的话,那很多臣服中原的势力,都得被划分到敌人的阵营,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。 所以,当时想要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,区分朋友和敌人。 其实还真不容易,如果按照血缘关系来分,周王氏分封的激姓诸侯国就是朋友,非激姓诸侯国就是敌人,那其国自己就成了敌人。 如果按照炎黄子孙的血脉来算,那不好意思,那些遗敌当中,很多正在入侵中原各国的,其实也是炎黄子孙。 比如说,后来给汉朝造成了大麻烦的匈奴,他们的祖先,据说就是当年夏朝灭亡之后,被商朝流放到草原上的夏朝王族后人。 而春秋时代所谓的遗敌,他们的身上,其实或多或少,也有炎黄子孙的血脉。 而如果按照国家战争来分,和中原国家打仗的就是敌人,那不好意思。 当时中原各国内部,也在打仗。 所以,如何界定朋友和敌人,如何界定华夏的概念,真的很困难。 但最终,面对这个问题,管仲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,管仲的答案是荣敌豺狼,不可厌也。 诸夏轻逆,不可弃也,厌安阵毒,不可怀也。 简单来说,按照礼仪来进行区分。 当然,这个礼仪说的并不是用餐礼仪,或者简单的服饰礼仪,而是一整天制度。 也就是说,只要你们蛮夷愿意接受华夏的利益,好好改造自己,和我们和平相处,然后不断和我们通婚改变血脉。 这样的话,我们也可以把你们当作自己人,而如果你们坚持和我们打仗,天天想着要灭亡我们的文化,占领我们的土地,那就是我们的敌人,你就不是华夏。 管仲给出的这个答案,后来成了所有封建王朝,划分敌我的关键思想,同时也是华裔质变的一个标准答案,正是基于这个答案。 后来的很多人,比如孔子孟子,不断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,然后才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中华文明圈,历史上真实的管仲。 就是这么牛。 他的贡献,其实已经不仅局限于辅佐其桓公,帮其国建立霸业那么简单,而是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,如果没有管仲,或许我们整个文明的思想都会截然不同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有问题,放松 Prescott 自今订阅不迷路成继靡击誉 在那里实现原则放检出十низ 原则放检出十几起了断jar 帮你也不是武人的胜利